应该就是他了 这里完全看不清楚啊 之后有车离开吗 没有车 凶手从车踏出口走出去了 那他应该不是住在这棟楼里 现在根据我们掌握的信息 咱们汇走一下 要不是 从你法医的角度 给这个凶手做一个画像 凶手男性身高一八零左右 体重约八十公斤 从身体形态上来看 应该是在三十岁左右 关右手 大力 手吻 没了 你说的这些监控录像里都有啊 这叫画像吗 这就是个画面 梁博士 你呢 凶手思维缜密 这次谋杀是经过精心设计 甚至是反复实验 廖言 你刚刚说 试探性寻找股东脉是吧 试探性寻找股东脉 说完了 站在里思路 这也等于什么都没说啊 不好意思 我接个电话 我接个电话 喂 远远 你跟我查的那个 外国人自杀的事 我帮你问了 没有任何问题 确定是自杀啊 对 现场的门是从里面繁锁的 那个女孩儿 有五年多的抑郁症病史 很严重的那种 自杀过不止一次 她父母根本就不同意 替他来中国求学 你知道啊 外国人在中国非正常死亡 是特别敏感的 那死亡鉴定书 要交所述国筑华使馆 当时的鉴定结论 双方完全没有意义 好的 我知道了 谢谢 黄岚 黄岚送过来这里了是吗 廖言 他 他真的死了吗 你认识黄岚 我和黄岚 我们俩在京都晚报共事了两年 在同一个部门 听说他在电梯里遇见了 死了 真的死了吗 小九 别急 慢慢说 黄岚是去年才调到审报的 他上个月 还给我打电话约我吃饭呢 他死得痛苦吗 他失血过多而死 死亡过程相对缓慢 除了恐惧之外 他有很长时间 思考死亡是否会来临 有时间去想他的死 给爱他人造成了伤害 让我冰死感一点点真实 恐惧 愤怒 恨 求生的一年 遗憾 或者是绝望 所有的感觉交织在一起 而此时 痛和死亡 来得更加真实了 和这种冰死感相比 疼痛反倒是不值得一提的痛苦 其实他是在失血之前 已经昏迷了 那你刚刚说那么多干吗呢 通过对比 你是不是感觉实然多了 了言 为什么你一提死亡 这么兴奋呢 兴奋 我的正常反应该是 悲愤